针对行政院撤销基隆护海公投 市长谢国良召开记者会重申遗憾之外 也表示市府将依法提出夙愿 维护民众表达意见的权利 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 也感到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们主张这个原本就是 基隆市民可以实行公投权力的一个内容之一 所以本府将会针对基隆的护海公投 会先提出夙愿 我们会依据夙愿法第一条第二项 各级地方自治团体及其他公法人 对上级监督机关之行政处分 认为不当致损害其利益者 我们会提出我们的夕愿 我们认为这个公投当初在第一阶段连署后 送到市府的时候 假如那个时候的前市府愿意批准 事实上就能够进入到第二阶段 所以近日行政院在说的 说这个是中央管事项 非属地方自治管 本府认为不认同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不能够剥夺民意表达自己心生的一个空间 我举例好了 最近这个我们地方上的民进党团 有发动了慰问津的公投连署 虽然他们的立场前后完全不一 之前是反对的 但现在却要连署 可能就是要求求我们的市府或执政党 但是我们面对这样的公投连署 政府依然是欢迎 依然是接受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公投是民众最基本的权利 以此论推 为什么连民众公投的机会都不能够拥有呢 政府有权做最后的决定 但是民意的声音 你不能够把它扼杀 不能够把它的嘴呜起来 我们感觉到执政党就好像是一个暴力犯 不但已经做了不应该的事 还把被害人的嘴巴污起来 不让他们发声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中央政府 对基隆民意的一个实施的一个方式 谢国良也表示 如果塑苑没有办法维护民众的权益 市府也不排除走向行政诉讼 假如塑苑仍然没有办法维护民众的权益 我们也不排除走向行政诉讼 我们针对于基隆民众公投的权利 我们不会自我放弃 我们会走一定可能 所有的救济程序 救济手段 我们都要进行 甚至如果有一天 我们必须要请大法官会议 来帮我们做宪法上面的解释的话 我们也会好好地往这一条路继续迈进 市长谢国良最后强调 政府有权做最后的决定 但是不能扼杀民众发声的权利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